眼看5月4号 朱席会倒数计时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以新北市长身份申请附录 遭抨击 移民署29号早上召开联审会 核准朱立伦前往大陆 决议许可朱立伦市长 护录 非经行政院陆委会的一个授权 或该主管机关的同意 不得与大陆地区 签署协议 朱席会外界关注 连总统马英九参访陆委会 都不断重生九二共识 引发外界联想 时机敏感 事项朱立伦喊话 我想不会吧 因为你看他这七年来 跟国公之间的这种对谈 我想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的时候一贯的 一致的立场吧 我想总统今天参加陆委会 应该只是再一次的提出 这一个九二共识的论点 那我想朱主席 并跟马主席 就是马前主席 马总统的这个想法 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异 中常委们一致晋升 朱席会外界紧张话休 朱立伦看起来到老神在在 出发在即仍旧大搞神秘 中常会上附录行程半句没说 不过据了解 朱立伦五月二号 从台湾出发到上海 第一站复旦大学演讲 与两岸青年互动 五月三号主持国共论坛 也会和台商座谈 随即飞往北京 参加隔天五月四号主席会 下午在北大与师生座谈 也会到香山碧云寺 拜业国父孙中山的宜观种 访路行程紧凑 除了政治会面外 两场大学演讲 也看得出朱立伦紧抓 青年议题 力求两岸 新世代突破 华语新闻洋商谈言台北 采访报道 化会更多 那关于政策 应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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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